善用基隆特色,创意打造多款独特咖啡 基隆在地咖啡品牌业者打造超有基隆味的咖啡饮品 其中这一款展现基隆信语意境的特调咖啡 让人看得目不转睛 当初在构想的时候就是会觉得基隆这么常下雨 那是不是有一款咖啡可以代表基隆的天气 让客人在室内喝咖啡的时候 又可以看看外面的雨 然后形成一个很漂亮的画面 还有在Google评论上获得热烈回响的 发生好式咖啡 咖啡喝起来真的超顺口 连好大雨的天气都有顾客上门外带 发生好式拿铁是我们采用基隆的留家花生酱 小农鲜奶 然后跟我们自己本店的配方都 那它搭配起来的话 就是三种风味不会互相干扰 那又能更多的呈现出花生的香农口感 另外这呈现基隆南海的海洋拿铁 一样好喝也好看 海洋拿铁的基底我们是用蝶豆花 显示出基隆的海的蓝 它搅在一起的话 就会展现出基隆特色的一个色彩 以海洋国门意象来设计的梦雨昊 游轮礼盒 在筹想山海基隆 KSTAR基隆之星的征选活动中 爆回了永续之星的奖项 内容物的话我们就是以油轮的包装去呈现一个咖啡浸泡式的部分 对 那等于说大家在喝咖啡的时候不会说跟之前一样很普通 只有浸泡式的绿挂带 而是它还会有一些造型 可以觉得我是不是很像一艘船浮在水面上的感觉 对那它可以做冷泡会比较适当 对那它之后也会生产出不同的口味这样 知道这个地方是在网路上看到的 然后就想说来体验一下品尝看看 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有在玩豆子 对所以想说来交流一下认识 他们的咖啡其实一直都算蛮不错的 蛮好的对啊 然后也有他们也有一些新的豆子 也都会陆续更新这样 在地的两位年轻人真的好努力 从网路贩售起家 如今成功的打造实体门面 经过一年的耕耘 成功的打入电商平台 因为网路上的货 其实我们出的量蛮大的 目前是一个月大概七八百公斤这样的量 就是包含一些商业客 然后一些零售的订单 然后因为各大通路我们都有上 就是像MOMO啊东森那些 对所以其实这个流动量是蛮大的 业者今年也特别考取了CCUI证照 提供了店内三十八种咖啡豆的选择 从中生培到浅培都有 并坚持新鲜现空的原则 豆子哼哭三天内出货 我们出货的时间上 我们觉得豆子上的灶味还是太重 会请客人稍微养豆再养个三四天左右 那我会建议喝咖啡的朋友们 在中生烘培的豆子的话可以养个一个礼拜 那中培的豆子的话可以养个两个礼拜 那如果浅豆子的话我会建议养一个月以上 那不是说放久就不新鲜 那因为豆子要养它的味道才会 香气才会出来 它的灶味才会不见 从网路卖豆到开实体店面 基隆文青风轰豆店营造在地的特色 展现环保与永续发展的理念 记者蔡小军基隆报道 谢谢